大家好,我是战国导游岳翔兵长 欢迎来到岳翔的战国浅度旅行 在新动画《平家物语》 讲述了平安时代末期的原平和战 其实原平和战跟许多传说的名刀有很大的关系 原式的家传宝刀 枝切 平式的家传宝刀 小乌丸 或者是黄式式语的宝刀 狮子王 这三阵刀其实都跟原平和战有关 无论你是历史迷或者是刀剑迷 如果你能更了解原平和战的历史的话 就能更理解武士还有刀剑的历史 今天就让我们来透过这三阵宝刀 来谈原平和战的历史吧 所谓的原平和战 狭义的定义是从原赖朝举兵攻打平家开始算起 但是这一场大战得先从原赖朝的爷爷 他的年代开始说起 原平武士牵扯好几代的恩怨情仇 藉由书籍还有琵琶法师传唱的方式流传到后世 所以在大和剧《平清盛》 或者是在动画《平家物语》里面 都会出现琵琶法师一边弹琵琶 一边叙说故事的场景 闲话休题 就让我们从原式的宝刀 枝切开始切入吧 枝切跟平安时代最强的驱魔武士 原赖光有关 原赖光的父亲请异国的刀将锻造宝刀枝切 讲到原赖光 最有名的传说 就是他用童子切安钢斩杀九吞童子 传说原赖光 他还把枝切宝刀借给部下杜边钢 斩断了九吞童子部下慈慕童子的手腕 作为原氏的家传宝刀 最后传给了原赖朝的父亲原义朝 原义朝他是平安时代末期的武士 这时候的武士的地位并不高 他们只是负责保护皇室还有贵族的战斗成员 在大和剧平清盛里面甚至说 武士只是皇室的看家狗而已 在平安时代末期 原氏的首领是原义朝 平氏的首领是平清盛 他们两个人都被卷入了皇室内斗的战争 保元之乱 当时原平武士为了要自保 决定采取两边都压保的方式 原义朝还有平清盛 他们两个都站对边了 但是原义朝的父亲 还有平清盛的叔叔则压错保 这场战争是天皇派打赢的战争 上皇派落败 顺道一提 这个落败的上皇 就是后来成为日本三大院领的崇德院 当时获胜的天皇为了要杀鸡锦侯 他竟然命令原义朝 奸斩自己的父亲 平清盛奸斩自己的叔叔 没想到事后的论功行赏 杀父的原义朝 他得到的奖赏竟然比平清盛还少 京都的人们都笑原义朝 他是一个杀父求荣之辈 饱受精神霸凌的原义朝 在两年之后 受到其他贵族的煽动 趁平清盛离开京都的时候 以清军策为名 发兵挟持天皇 这个剧情听起来很像三国时代 司马仪除掉曹爽的高平林之变吧 但是原义朝他没有司马仪那样子的狠辣 平清盛也比曹爽聪明的很多 这场由原义朝跟贵族掀起的战争 称为平治之乱 也就是在动画《平家物语》里面有提到 实为平治 都为平安京 我等平士武士出兵 三者皆平 自当平定敌军的这一场战争 在这一场战争当中 原氏的军队犯下了非常严重的错误 他们竟然让天皇逃到平清盛那边 原义朝这下可是猪八戒照镜子 里外不是人 明明他打着清军策的民意出兵 现在反而变成挟持天皇的罪人 原义朝决定带着自己的儿子们一起上战场 这时候原义京他才出生没多久 当然没办法上战场 十三岁的原义朝则继承了原氏的家传宝刀 有切其实就是原氏家传的宝刀之切 只是在原义朝的时代被改名叫做有切 因为原氏这时候是反抗朝廷的叛军 加上其他原氏的武将倒戈 最后导致原义朝原义朝父子被打得落花流水 最后落得兵败逃亡的下场 在逃亡的途中 原义朝梦见神明显灵说 都是因为你爸把这把刀的名字改成有切 刀才会失去神力 赶快把刀改回知切吧 才能够保佑原氏 原义朝梦醒之后 立刻把刀名从有切改回知切 还真的就免于一死 这也就是动画评价物语里面 原义朝说自己被平清圣饶过一命的原因 在上一段平治之乱的故事里面有提到 带着支切宝刀的原义朝 原义朝父子最后变成了败军之将 在保元、平治这两场战争之后 平清圣的势力就越来越壮大了 虽然原义朝跟原义朝父子 犯了许多战略上面的错误 但是原氏的友军 导戈帮助平清圣 也是决定胜败的主因之一 为什么同是原氏的友军 他最后会选择窝离返 支持平清圣呢 虽然导戈的主因 当然是因为政治考量 但也许这一点也跟宝刀 支切脱离不了一些关系 因为支切的主人 平安时代的驱魔武士原赖光 后来他们的家族 分成了好几个派系 其中一个派系 就是原义朝原赖朝父子 另外一个派系 则是老将原赖政 其实就血统来看的话 老将原赖政 他是原赖光的直系子孙 继承了原赖光的斩魔之血 如果平安时代 真的有鬼杀队的话 老将原赖政 应该能当上柱吧 另一方面 原义朝原赖朝父子 则是原赖光弟弟的子孙 原氏的宝刀 支切 原本应该是由老将 原赖政他们这个家族 给继承下来 但是原氏在分家之后 原赖朝的祖先 在出兵之前 向老将原赖政的家族 借了支切宝刀 后来竟然一戒不还 虽然老将原赖政 没有办法继承支切宝刀 但是他也有一阵 非常有名的太刀 浩伟狮子王 在皇室的内斗 宝元之乱开战之前 当时的天皇 是年仅三岁的娃娃天皇 这个娃娃天皇 每天都被妖怪的叫声 给吓哭 这个妖怪的名字 叫做Nue 它有猴子的脸孔 狸猫的身体 老虎的四肢 蛇的尾巴 每天晚上随着 不祥的黑云 出现在皇宫当中 发出了恐怖的吼叫声 对妖怪束手无策的皇室 想起了当年的驱魔武士 袁赖光 斩杀九吞童子的故事 下令让袁赖光的直系子孙 也就是老将袁赖镇来驱魔 传说袁赖镇带着他的随从 去皇宫守夜 看到恐怖的黑云 逐渐笼罩在皇宫上空 原来是妖怪快要出现了 老将袁赖镇立刻拿出弓箭 一箭射向黑云里面 只见黑云里面传来怪物的吼叫声 老将袁赖镇认为 鸡不可施 如果这时候让妖怪逃跑就麻烦了 他立刻拉弓补上第二箭 成功射杀了这只妖怪 皇室为了要奖励袁赖 赐给他宝刀狮子王 后来在袁一朝出兵清军策的 平治之乱里面 老将原本答应帮助同中的袁一朝 但是在最后关头竟然倒戈 帮助平清胜 平清胜也算是一个有意气的人 他在战后推举老将原赖镇 晋升为贵族 但是随着平家的势力越来越大 原赖镇能够发展的空间则越来越小了 后来又发生了平清胜的儿子 强行抢夺老将原赖镇儿子的马 而且还把原赖镇儿子的名字 烙印在马的身上来羞辱对方 老将原赖镇一方面要为儿子报仇出气 一方面他其实心里面也想扳倒平家的势力 他决定挑起皇室的内斗 当作自己出兵的大义名分 老将原赖镇怂恿当时的皇子以仁王 发书号召天下武将讨伐平清胜 虽然最后老将原赖镇带着太刀狮子王 跟他的儿子还有皇子以仁王兵败而死 但是这一个事件成为引爆原平和战的导火线 讲到原平和战 大家一定觉得很好奇 为什么原一朝原赖朝父子 还有老将原赖镇我们称他是原氏 但是讲到平清胜一家人 则说是平家而不是说是平氏呢 这是因为全日本有很多平氏的武士 只有平清胜这一家人 这时候被尊称为是贵族的平家 平清胜打破惯例 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太政大臣 平清胜的儿孙 有16个人成为众三位以上的公亲 有30几个人成为允许上殿面圣的殿上人 这时候天下的平氏武士何其多 但只有平清胜一家人享尽荣华富贵 为了跟其他平氏的武将做区分 所以平清胜这一家人因为具备了贵族的身份 而被称为是平家 甚至出现了非平家一门者非人也 这么霸气又嚣张的地图炮宣言 前面提到原赖朝有家传的宝刀 支切宝刀 老将原赖镇也有狮子王 平家当然也有传家宝刀称为小巫丸 相传环武天皇迁都平安京之后 天造大神的使者神巫飞到皇宫里面 留下一把宝刀小巫丸 后来关东地区发生了平将门之变 天皇把小巫丸当作是指挥军队的信物 交给平清胜的祖先 但是在平家物语里面 则记载平家的传家宝刀叫做小巫 也有资料称它为小鸭 一般认为平家物语里面所说的小巫 就是当年神巫带来的宝刀小巫丸 为什么这一段故事有这么多雨带保留的地方呢? 这是因为许多名刀在不同资料有不同的记录 甚至还会互相矛盾 刀剑研究者认为 同一个传说 同一个称号 通常会被套在不同的刀剑上面 举例来说 小巫丸在平家灭亡的时候 跟三神器的草剔剑一起落入海中 一直到江湖时代 小巫丸才重现江湖 目前成为日本皇室收藏的玉物 但是皇室收藏的这一把小巫丸 根据考据的结果 它是平安中期锻造的刀 跟当年迁都平安经之后 天造大神的使者神巫正刀的传说不符合 刀剑的尺寸 也跟当年平家屋语记载的不同 另一方面 其实原式的宝刀 支切也有同样的情况 在京都的北野天满宫 有一阵名为鬼切丸 别名支切的宝刀 这一阵刀的刀名刻的是安钢 这跟原赖光之父 请异国刀匠断刀的传说不符合 如果单纯从刀名来推敲的话 北野天满宫所藏的支切 很有可能跟童子切安钢 属于同一个刀匠的作品 关于这些错综复杂的刀剑传说跟考据 欢迎参考 岳翔兵长年底的新书 日本刀剑物语哦 此外也要感谢大家的支持 订阅人数破一万人了 从本集开始 新增历史名人小教室 要教大家如何依循国际共通礼仪 用历史名人母国的发音 来练历史名人的姓名 本集介绍三个历史名人 首先是原赖朝 他的名字是 老将原赖政则是 平清盛的名字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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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这三个人的名字 都有一个能呢? 这一点请参考 之前所做的武将姓名分析篇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为止 欢迎大家留言分享你的意见 岳翔的战国浅度旅行 我们下周再见咯